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Porter的那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非常健康 就是跟软病前是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那你现在已经恢复了多少天了 从康复到现在 解除隔离两个钟 对 差不多 你解除隔离的那一天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 就是重见天日的感觉 Steven呢 有觉得松了一口气吗 在那一刻 Porter和Steven是一起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同学 也是室友 他们生活在距离疫情重灾区 纽约大概100多公里处的康涅迪格州 从3月10号到5月8号 仅60天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就从755例 攀升到了130万例 3月中旬 美国高校陆续停课 3月下旬 Porter出现新冠症状 4月初 Porter被确诊 从出现症状到确诊 隔离 一个月的时间里 Steven和其他几位室友 一直照顾着Porter的生活起居 Steven你都主要是负责Porter的一些什么样的照顾 包括呢 就是早饭午饭 野食的问题 然后上下的 基本上他都可以自己料 我很想知道 Steven在照顾你的过程当中 有给你煮什么特别好吃的吗 这就非常残愧了 因为我真是不坏的不太会做 然后偶尔就是 千条炒肉 熊耳鸡蛋 之类的这种 但是就是在疫情那段期间 我失去味觉 就我觉得我也吃不出了 所以对我来说都一样 你有跟Steven或者你其他室友聊过这件事吗 我只是刚才讲说 我跟你讲 我现在假设吃薯泥啊 然后或者是吃大便啊 这个味道是一样 我完全分不出来 我肯定不会这么对的 你说就不那么用心的给他做饭了是不是 反正他也吃不出是什么味道 他多放点盐 这样的话他早点宽复 他会早点吃饱 Porter和Steven的公寓住了六个人 本来大家都以为离新冠很远 但Porter的确诊 让这几个身在异乡 无所依靠的留学生陷入了恐慌 在Porter去检测新冠之前 剩下五个室友 一致认为他只是普通感冒 因为就是我的室友都觉得说我也没出门 然后他可能就是只是感冒后的一个一个弹子的症状 虽然说我们宣传了很多 但是很难相信就是说真的发生在某个身上 至少我当时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然后他发烧了以后就是简单的状态 你怎么意识到说可能是和普通的感冒并不一样 其实我们到很后期才慢慢的认识到 就是我的症状跟流行性感冒不太一样 因为红痛大概三天 然后第四天发烧 我发烧只有一天 因为那天我吃完退烧药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发烧症状 发烧完之后就连续十天开始就没有嗅觉味觉 然后大概是到失去味觉嗅觉的第三四天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我就决定要去检测 我想说给室友一个放行 因为室友们还是觉得说我只是一般的感冒 然后他们就在家里就还是会跟我一起互动 他们不会戴口罩 但是虽然我会戴口罩 出现症状后的一周里 Porter除了味觉和嗅觉没有恢复 其他症状或消失或已缓解 虽然状态逐渐转好 但为了能确定病情 以便和室友们实施更为严格的隔离措施 Porter还是决定独自前往医院检测 这中间有害怕过吗 开始怀疑是新冠的时候 我其实不会到很恐慌 会开始就是看很多文章 我就会认识到说 我也没有得到呼吸困难 这种比较重的症状 就算得了新冠 应该也只是情症 为了检测 Porter连着两天跑了三家医院 一家医院找不到医生 一家医院因为他症状轻 不给检测 值得跑到第三家 才得以检测成功 那个医院里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人满为患 然后等了两个小时吧 那时候我一进去 就几乎两台的等候区的位置都坐满了 你看到医院的人那么多 有没有退缩 当然有 就是我一踏进去 我就觉得说 我干嘛来这里 就有点后悔 而且我算是里面最健康的人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太咳嗽 就里面的人 就几乎全部都是一直咳嗽 就是你有没有预想过 就是如果是阳性 你要不要跟家人讲 这个我也是纠结了很久 就是整个染病期间 我都在想这件事情 因为家人知道了 他们也没办法做什么 白白操心 后来想想我就想说 算了还是不要讲 现在的决定也是不要再跟他们讲 即使你康复了也不要跟他们讲 对 康复了再讲 我觉得有一点 先斩后做 感觉也不太好 在等待了四天之后 Porter接到医院电话 得知确诊 有没有很消极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 怎么那么倒霉 为什么是我 其实会 就是我就会想说 我根本就没出门 就是跟我另外一个室友 就走去过一次超市 买东西 然后我另外一个室友 也没怎么样 然后应该不会是我吧 但是结果是我 想一想 这一次去超市 可能就是我会染病的唯一原因 所以就觉得说 真的蛮倒霉的 那你拿到检测结果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就是觉得心里终于定了 我编决一条消息 我就说 sorry guys 然后positive 我就只有打这三个字 就发在群里跟室友讲的时候 他们就 觉得大家都是很shark 确诊后 Porter的味觉 嗅觉 始终没有恢复 这让本来不太害怕生病的他 逐渐开始恐慌 还蛮恐慌的 因为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听说 就是03年的sars 那时候有人是 就是也是一样 有一样症状 可是那是终身 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回 所以到七八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都已经是一个这么健康的人 就是没有其他症状 但是为什么 我的嗅觉味觉还没回来 我那时候就蛮紧张 因为我也去过美国的 就是诊所 就是嘉义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 就是 就是处方 可以治疗 我又是轻症 又没有药可以医 只能靠治愈 这是抵抗 coronavirus的过程中 全都是靠 大量的新鲜蔬果 跟维生素C 来保持充分的营养 医院对Porter的叮嘱很简单 仅仅是自我隔离 但Porter的确诊 对于公寓里的其他人来说 却远没有那么简单 大家脑海中冒出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会不会打染 在Porter确诊后 这间不大的留学生公寓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 关于如何应对疫情的讨论 要报告学校吗 要告知家长吗 要让Porter搬走吗 如果别人知道了 大家会不会被歧视 难题一个接一个 轮番考验着公寓里的每一个人 当时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跟学校说 因为我觉得学校应该会给一些帮助 但是我的室友们当时也就讨论关于隐私的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担心学校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长 告诉了大部分的同学 压力会更大一些 潜在的可能会有歧视的风险 所以后来我们统一的意见也就没有跟学校说 Porter 你自己内心会有多少的担忧 说确诊的消息如果真的传出去 会遭到其他同事的歧视吗 我是不怕我被歧视 但是主要是担心室友们的家长会知道 他们跟一个病患住在一起 所以这是我最主要不想传出的协议 那你们会担心吗 你们是留下来Porter 还是说希望Porter可以再租一个房子 然后进行一个更好的自我隔离的状况 我们也有够考虑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出发点 倒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的安全如何 其实我们该传染 其实也都传染一件了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Porter他自己 因为毕竟你看到这个就是他的屋 他的屋不是特别大 然后空间也有限 然后也想给Porter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康复空间 最开始是我的另外一个室友 他因为之前找到一个房源 然后所以从我们统一了一个初步的意向 然后就给Porter打个电话 当时也考虑了就是说要不要一块分房租 然后说怎么样去保持我们Porter的他这个吃饭问题 我们可以去送一些材料 这样的话也有助于他的康复 有助于他的心理建设 但是大家一切的这个前提都在于Porter他自己同意 Porter你是怎么样考虑的 我自己是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要搬出去 因为已经确诊就代表说 我现在身上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快有病毒 如果我在大动作搬来搬去 就是可能会再散播出去 而既然我室友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症状 所以他们可能都还没有感染 那我们就继续维持现状 最终大家还是尊重Porter的决定 那位手里有房源的室友和他的女朋友 主动搬离了公寓 六人宿舍也从此变成了四人宿舍 您刚刚说到这个搬出去的室友 就是在最开始有照顾Porter的这个室友是吗 对的 一开始的时候 是他主动去照顾他的早饭和午饭 Porter他有特别的跟你说 说他要决定搬走吗 有 他女朋友的家人很害怕 所以就希望他们可以搬走 正在搬走期间 他还是有一直在关心我 就是还是尊重他的决定 在某种程度上 会觉得有一点歉意吗 或者是亏欠大家 当然会 那是造成大家生活很不方便 打扰到大家 不过这个毕竟Porter 他也不是自己主动的说 他非得要得病不可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而且我们远隔重阳来这里的读书 肯定自己也是 彼此也是最后的依靠 所以我说过马一点 重要的是让他早日康复 然后我们早日恢复相对 正常的生活 更是我们的耽误之机 那位室友搬走之后 你有想过要搬走吗 我没有女朋友 没有这个想法 在被确诊后 Porter联络了当地华人 学生互助群里的志愿者医生 得知Porter确诊 他们马上召集公寓里的同学开会 指导他们如何隔离 并帮他们采买生活物资 以避免他们在出门传染给其他人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公寓的防疫工作逐步到位 后来还是理智看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忙着去做下一步的隔离准备 包括消毒 然后再商量怎么给Porter画 那个隔离区 他的生活垃圾怎么处理 这一系列的工作 大家第一反应肯定很惊讶 但是也迅速地行动了 那在当知道了Porter 他的那个检测结果是阳性之后 你没有想过大家要不要去检测 这个都没有 主要是因为医院的情况很不好 因为现在相比一波的时候 我们没有明确的症状 然后这样的话去了 反而就是风险会更大 所以说我们没有做过去 上面的考虑 我听说你是之前 也有一点点症状吗 我说之前有大概两到三天的低烧 就是及时训练作息 然后那个吃一点相关的药 后来也没有什么接下来的发展 所以也没有特别担心这些 那当时你害怕了吗 会有一些 你和Porter你们两个有交流过吗 没有 因为我的症状非常的轻 甚至也没有跟Porter说 也没有说互相增加压力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我现在有点shock 你有什么 你有点吓到吗 对啊 假设我那时候知道 我就会觉得说 他应该有很高的机率感染 因为他是接触我的频率 还算是最高的 我又更内疚了 至少这亏欠不会影响到 你的康复 你们两个大男人的这种感情 一下子表达出来了 我觉得我还有点受不了呢 判断间就是有 判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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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er的味觉 嗅觉 在消失11天后 逐渐回复 现在Porter已经康复 并解除隔离 他说 自己可能已经有了免疫抗体 所以也主动承担起了 为室友们出门采购的人物 可以看到操事里的人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我觉得Steven 就是整个的聊天过程 我觉得你都是那种特别理智的 而且就是思维相对比较缜密 就从疫情发展到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情绪失控或者低落的时候 失控倒一直没有 低落可能会有 我们当时的情况 就是不想让家里人担心 然后甚至于有时候 可能家里人要问起情况如何 都得做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 可能会压力大一些 然后可能对于美国疫情的前景 会有潜在的担忧 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到控制 我们的生活资料 能不能得到保证 这些会有些考虑 你会想回家吗 想是自然会想 但是毕竟回国的成本也很高 风险也很大 然后包括还有隔离 隔离完了还不一定能够回 美国这边继续学习 所以我们几个室友 还没有打算回国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算成长之一 毕竟如此险近的情况 也使我们成长 我们还是要继续地去面对它 而不是说去逃避 在疫情结束之后 就想做些什么 把美国再玩一下 因为毕竟这几个月都 闷在家里 都快闷到发霉 那我的话到 没有什么特别想在疫情结束的时候做 因为我平常生活 因为我还有今晚能够再看的 关系 就这么大 关系 但是 感谢